双方的队长都说了说 当然了刚开始的时候也说不透 我相信这些老板和这些员工 都有很多话要来讲 我们请大自然帮我们选一下 看看谁来开第一号 好 14号姑娘 贵姓啊 孙 好 孙先生 对不起 你别跟我上令 我这眼神有问题 我认为罢了 老板和员工之间 最纠结的问题就在于 谁养活谁 谁养活谁 你怎么看 我看待是员工养老板 员工养的老板 因为我有切身经历过的事情 说来听听 大学刚毕业那会儿 我和几个同学同分到一个公司去上班 我们都义务地加班 提前完成了老板给我们的任务 老板高兴了吧 没有 反而对我们冷脸相对 你们义务加班不找的多要钱 他反倒冷脸相加 对 老板会看到今天的电视的 你有什么话要跟他讲吗 我觉得吧 您应该对待我们 像对待您的家人一样 不要对待我们 就一定是奴隶 因为毕竟我们都大学刚毕业 真的很珍惜那份工作 而且第一份工作 我们都已经义务加班 去赶时间完成了 你现在有相对的尊重 跟我们商量一下 可完全没有 这还不是员工养着老板呢 那倒是啊 他说的这个可以理解 这个孩子们设施不深 刚刚的参加工作 走出路的大学的校园 你这秘书维 想起我的大学生活来了 我就没上过大学 列位 刚才这个话说完之后 是员工养活的老板 各位有什么不一样的见解没有 我们让大自然选一位 来 我给你揽了一工作 咱们挑一人 好 35号 刚才我也仔细听了 刚才这位小妹妹呢 说的是一个个别现象 咱们大多数的老板 包括我们在座这些老板们 都是好老板 大家说是不是 所以呢 我呢 觉得 我不同意她的观点 我觉得是老板养员工 为什么呢 因为公司 或者说企业 是老板建立的 老板打下了江山 老板呢 为员工提供了一个职场的平台 为员工提供了一个生产资料 那么员工呢 就会有机会 获得了一个工作 那么从而呢 就会挣钱来养家糊口 我们员工的最基本 最根本的一个需求呢 就是挣钱养家糊口 所以呢 我觉得在这个 谁养我谁的矛盾中呢 老板是占有优势的地位 是处于绝对支配 主导的地位 好 谢谢林先生 谢谢 好